身穿綠色夾克的女子 和白色背心的富人起了衝突 双方人马互不相让 祸气相当大 一旁的阿伯见状立刻上前 劝不停呛瞎的壮硕男子 九个人就这样站在路中间 挡住车道 让交通大打劫 原来双方都是要到新竹 一家知名鱼丸老店用餐 没想到疑似因为车位问题 就这样大声互相叫骂 也让人好奇 到底这家鱼丸有多好吃 冒着蒸汽的大锅里 白嫩大颗的鱼丸超有弹性 一口咬下满满鲜肉汤汁流出来 这是新竹开业68年的鱼丸老店 每逢用餐时间总是人潮满满 原来老店用的是北部特有福州鱼丸 但您知道吗 原来南北鱼丸差别大不同 实际对比一下 北部福州鱼丸内线大多用鱼肉线 和比起也比较大颗 南部湿木鱼丸则是大多没有内线 也比较小颗 两地鱼丸做法不同 套客各有所好 只是名店鱼丸虽然好吃 但如果因为一时方便停车 导致纠纷影响用餐兴趣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好 孟前魏文轩新竹报道 那一块小颗 比较小颗 这一块小颗